今天的新时代新里程报道之旅 走进京哈高铁的城省段 京哈高铁的城省段去年12月29号开通 今年的首次投入春运 时速300公里的动车组列车 使沈阳到成德的最快运行时间 压缩了近9个小时 大大的方便了沿线旅客的出行 沈阳包小孩的上别急 大家都能上去车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哈高铁城省段连接河北成德 辽宁朝阳 复新和沈阳 全长超过506公里 也是首次穿越辽西北地区的高铁线路 开行高铁动车组后 沈阳到朝阳时间缩短到一小时21分 到复新缩短至45分钟 像我现在所乘坐的京哈高铁城省段 也是今年首次投入到春运的队伍当中 每天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将会有上万名的乘务员 在列车上为乘客服务 毛嘉丽是东北地区第一批高铁乘务员 作为工作11年的老兵 今年春运首次在这条年轻高铁上服务 16节车厢列车长加乘务员 一共8个人要服务1000多名乘客 检票 补票 收拾杂物等等工作环节 一样都不能少 对这辽西的旅客来说 他们对这个新型 这个动车组来说是一个新型的事物 我记得刚开行的那天 好多旅客其实他没有什么事 但就特意要买了一张这个火车票 上车要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那是不一样 那没法比 原先那绿皮车到水扬小流了三个小时 这个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 春运期间 沈阳铁路部门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举措 带给乘客更好的旅途体验 尤其我带着孩子平常非常不方便 然后做这个有这么好的铁路服务 非常舒服做这车 靖哈高铁重审断的开通运营 进一步扩展了东北地区高铁网覆盖面 加快形成东西并局的 进出关高铁通道 极大方便了沿线旅客出行 东方卫视记者辽宁报道